好,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各種點的應用 那我覺得點呢 其實用在各種的創作裡 它都非常的靈活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各種不同的點 要怎麼來畫 首先這個點其實就是最一般的 其實它這個畫法其實只有疏密 就是說你在畫的時候 就是有疏有密 我就可以讓一個平凡無奇的小點 做出變化 就是用疏密來造成它的變化 所以像這個圖就是應用這個疏密的點 去讓它產生我們想要的效果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表現形式 那另外一種呢是可以用 把這個點放大變成有大有小的圓點 這個也是非常的 我經常在我的創作裡面 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襯托我的圖形 然後它的技巧這個圖形就是有大有小 然後讓它不規則的不規則的長 然後一樣就是有疏有密 這個圖形就會很有變化性 那其實這個圖就是因為它機動性很高 所以在你的創作裡無論是什麼樣的圖形 你都可以很容易把這個大大小小的點搭配進來 而且會讓你的圖看起來趣味性增加很多 那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一起來畫的呢 是這個 這個其實靈感是來自於草菅迷生這個日本的藝術家 那它除了點大小的應用之外 它其實就是讓它有一點規則性的 讓這個圓點產生一點點這種立體 立體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畫法其實相當的可愛有趣 但是還是要有一點知道它的規則 那我們就來示範一下 首先就在畫面裡面我們先畫一個 我們從中間最大的點來畫 我就隨性的找一個位置 假設這是我中間最大的點 我把它塗黑 畫這個圖形我就是會邊塗黑邊感覺 好然後沿著這個最大的圓 你就畫比它再小一點的 然後圍繞著它 如果要對稱的話你就從對面的開始畫 就是如果要讓這個圓對稱的話 這個是我找出來的方法 所以就是最大的圓然後另外比它再更小的圓 然後就是從四個點先畫 然後剩下的空間就在畫 這樣子我的空間就會很平均 這是我自己找出來完全不用打搞的一個技巧 好 好了之後呢 我就在這兩組圓的縫隙 我一樣繼續填入圓 然後就是這第三排的圓就是比它再更小 好我先把這個縫隙都填好了之後 好所以每個縫隙的圓大小就是抓的差不多 這個就是完全不用打搞 可以畫出這種膨脹的圓點效果的方法 好 好了之後呢 我就在這個兩點中間 再畫點 但是因為這個空間可能 我為了要讓它圓一點 我的這個點可能就不能太大 就稍微比它再小一點 就擠了兩個點 或是你要擠一個圓也可以 這你可以試試看 效果會怎麼樣 因為如果我剩下的空間畫 跟它一樣的圓會太突出 好 那我最外面我就可以圍一圈再更小的點 再把它繞起來 好那我的一組的創作就完成了 那我就接下來繼續畫 那我這個可以畫稍微再大一點 好我繼續用剛剛的方式喔 就是 現在它的 對角的地方先畫 對角的地方先畫 然後這邊 好畫好之後每個空間再擠了一顆 跟它一樣的 所以我就可以很平均的 圍繞著它 用同樣的圓圓圍繞著 我中間這一顆最大的 黑點 好 好了之後一樣在它的空隙 再畫一個比 再畫一個比它再更小一點的 所以我都用同樣的 方法去把這個 有膨脹感的 就是用很多大大小小點 畫出來有膨脹感的這個圖形 好 好 好了之後我就是 畫兩個再更小的 把這個空間填起來 好 第二組完成了 然後我可以再圍 可以更小的點喔 然後就是像剛剛一樣 圍一圈 好那我想再圍一圈 像這一組一樣 讓這個點的空隙再更大 有沒有看出那個效果 擴散出來的效果 好那我這邊再畫一組 小一點因為我剩下的空間不多 喔 所以知道 怎麼樣平均把這個 不同大小的圓點 裝到 相對的位置之後 你就會 很好來創作這個圖 然後讓它效果其實是 看起來就是很厲害的效果 很有膨脹感 很有視覺的膨脹感 一組小的很可愛 好 那剩下的空間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就是剛剛介紹這個大大小小的圓 或者是這個 隨意的有書面的點 去把其他的空間 就是 融入在裡面 這邊 這邊 所以這個 創作還蠻 隨性好玩的 變化性又很 大 我繼續來玩 好 然後我剩下的空間 我剩下的空間用這個 帶入一點點就好 就會想好 做個小的圓點 你會想好嗎? 在這裡 當中有一個圓點 在這裡 有一個圓點 你會想好嗎? 在這裡 好,我觉得这样就很丰富了 然后因为这个图我觉得它变化性很够 所以其实不需要加任何的阴影 也足够有趣了 那大家可以试一试哦 感谢观看